被日本围棋界称为千年仅一的美女骑士黑佳佳 12月12日在上海出席某活动 黑佳佳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一直认为内在比外在更重要 希望外界更关注她在围棋比赛中的表现 其实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跟姐姐 就是说内在比外在重要 所以就是比起外表 我其实会更注重自己的内在 就是更注重充实自己 黑佳佳2010年代表中国台北队 参加广州亚运会 获得围棋女子团体铜牌 同年又获得冰胜杯世界女子赛亚军 2013年她获得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混双银牌 2018年在第五届我守山脉杯世界最强战中 获得混双亚军 黑佳佳表示在第一次接触围棋时 自己就被围棋所吸引 当时刚好老师正在教就是痴子 就是如何把棋子吃掉 然后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感兴趣 就是棋子可以就这样被提掉 然后就是被吃掉了 我就是觉得特别的感兴趣 觉得很好玩 自此黑佳佳开始沉迷围棋所在的黑白世界 在2008年恒州进行的围棋定段赛后 黑佳佳开始正式成为职业棋手 为了获得更多与高手正面切磋的机会 黑佳佳2014年正式加盟 厦门观音山队每年代表厦门队 参加中国女子围棋甲击联赛 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 黑佳佳在大陆共参加了六场中国女子围棋甲击联赛 合约五场世界赛 在黑佳佳看来 自己在大陆能够进行长期稳定的发展 与近期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有关 这次我记得有一条是 就是台湾的运动员可以来大陆参加联赛 或者是一些比赛 黑佳佳于2016年正式加盟种子音乐 开始向娱乐圈进军 被网友誉为棋手圈里研制最高的人 娱乐圈里围棋下的最好的人 繁盟的演艺工作并没有让黑佳佳停止对棋异的追求 她每天都要保证自己进行至少三个小时的电器时间 平常只要有一些比较空闲的时间 或者是零碎的时间 比方说在交通或者是一些什么情况下 我都会用那个手机里面的APP来看围棋的比赛 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 黑佳佳认为自己还是会以为棋为主 我觉得下期让我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更加的冷静的去思考 就是比较不会就是冲动的心事 因为在下期的时候 你就是其实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 那我觉得我在人生中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也是可以就是冷静下来 然后好好地思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更多精彩地在肯定pf思考 不放松心盒 이번年已经能拡散同 政府修市通过《显首4 Kh415》 故意到每个百日子た点 就在你 это이简直通通